欢迎收看海外赛事攻略 今个星期日,圆阳赛事有很多 日以计夜,日间先来日本方面的赛事 维多利亚一里赛马日 到晚上的时候,香港时间内晚上 就会有法国的两场坚尼大赛 就是二千坚尼大赛和一千坚尼大赛 全日都合共,九场赛事将会转播来到香港 东京竞马场就连续五星期一级赛 上星期跑了NHK 今星期要转播维多利亚一里赛,这场比马女跑 但历界很多日本的马后都赢过这场赛事 不过两个地方都要留意天气状况 日本当地其实连续这十多天 天气都不是太稳定 预计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当日 日本当地,东京方面都会有驟雨 还有降雨量可能都达到比较多的水准 七十百分之后有机会下雨 真的要预计在变化场地上举行 我们先看当日的节目表现,排程是怎样的 S1,1-7场,维多利亚一里赛在第六场 这场是千龙米 都跟以往我们播过日本的赛事一样 有泥地有草地 今次就有四场泥地赛 草地有三场 不过泥地赛一场,青龙感表也挺精彩 都有些新声 在讨计马之前,我们先讨计赛道 东京竞马场的千六米 维多利亚一里赛 顾名思义,就是跑了一里 大家都熟了,岸田纪念赛的图程 其实都是一样的 最近也刚才开场也有说 一直有雨 因为上星期NHK也是有雨 东京的千六米,外兰盖也挺好的 因为内兰,你已经预测了一会儿 这场价后长次举行 跟他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赛事 留意,有些声味的马 有些很外档,有些很内档 要留意 升影天下,排到个二档 这个档位不错 不过落陶原抽一档 会不会游失呢? 他经常都失车 好了,看完这两只 不如先看看Sunday Racing的彩衣 他包含了四五六档 兼且十档的庄严永哥 都是他的彩衣马 四档就紫华摩力 变了吉田准人 因为苏达斯、纯正之辉 就连达文去跑 排了个十六档起步 前人足跡,跑东京千六 又很耍家 他排了六档 几只Sunday Racing都是 燕惠华彩排了五档 板井流星 另外,内村佳营就是他跑完高丛公 就过来跑这场一里赛 他排了个十二档 看看如何追 賓中准 看完排位 原来看近十届 这个维多利一里赛 二档十比零 反而十六档有些第二第三名 十比零? 哇,升影天下 托过这样的档 为了十比零? 哇,因为现在最受注目是他的 不过这样,都真的要跟纯正之辉跑过的 大家如果记得这两匹马的话 都会清楚的了 纯正之辉 我们都在转播赛终于见到他了 上届的一里冠军赛了 跟马仔跑一样都不信息 看看加强配搭 将这马尔的潜力再升华 你看回一里冠军赛 他不够瘦入小岛冲 但是他那个余势其实都不弱 因为你旁边的野田小子来的 就是宿程落来的 回来跑去 这里其实以为被人被盖过了 他会回气有点 开头指挥 最后那里连位置都未必有 不过疑点就是 那么多一匹参战马赛前 都有些引进赛事 热身赛事 相反纯正之辉 就没有任何热身赛事 就直指这场维多伊利亚赛 因为去年他都起码跑了一些泥地 才去赢这场赛事 担不担心热身赛事 究竟未汪 还是跑这场 上年以为他们 当成所有的泥有得 采有得两范 就试试 因为他是泥地血统 但原来泥地的能力也不强 就当我热身 结果赢这场 但这次就真的 养征畜 处足火力 找到连达文 他整理了外档 都说因为在下雨 有时真的要赶上场地 这方面我担心他就少一点 加上连达文 希望他跑得好一点 其实历来都是只有两匹能够倒壮 就是13年那只极风 15年的珍城少女 其他都是跑完马后赢了 就不再跑了 有些可能都退役配重 纯正之辉做不做到呢 不过对手当然很强 你有升影天下 这些级数完全不同的马来的 升影天下去到去年 跑贼马三冠的时候 真是不幸运 其实上次大阪杯 都是有点不幸运的 不幸运的地方是什么呢 没有想过这只金戟旗跑得这么出色 近年都很少见金戟旗跑场 这么精彩的马 即是说他对红马 其实一点都不信息 跑了这场2000大阪杯 当时也要赢 冲到上来 过了野田小子 金戟旗无法操控的部速很好 拉斯追不到 其实升影天下 他那个部署上 很多的选择 可以增程 跑长一点 其实补重都可以 为什么跑这场呢 我觉得是可能 吴亚里慕华女关系 因为现在首执遵秋分 又有速度大师 不如建议练马师 其实练马东京长直路都挺好追 不如试试马女赛 他可以骑上所有马 现在为了各事 就问好 究竟如果很变化地 他会否适应 因为他之前没有试过 反过来 那些乐陶园 可能变化地突出 但是以这批 年轻的升影天下 他就真的没有试过 那么临陋 或者烂地 真的要看看 这个变化场地 刚才阿佳仲开场说过 二档什么 十比零 就是执了二档 看看二档是帮他 还是害他 当然他不是没有对手 有一批黑星 二梅华彩 又跟他跑 二梅华彩 就在七华上 当时板井流星 跑得很出色 出来先 你继续 他就赢了 结果 赢完之后 我们转播一场 那场女王伊利沙巴二世贝 那场就 长地大烂地 可能马都适应不了 今年复出中山纪念 那场就惨了 出阶很快 弹出来就沿途外达 好像有些热身的味道 因为他十二档起步 出阶很刺激之后 就有些抢厚 跑得上来 那些不是很就范 所以看看是不是 马油太快 第一次热身 那场跑得不好 那场 看看今次又如何 不过始终 那个变化场地 就算你跑得对 他会不会是不适应呢 看就似乎是有些影响的 之前就 看看今次会不会就好些 还有呢 过去那五年的秋华赏的三甲马 去到第二年 大了岁之后 跑维多利 一里赛是跑成点的呢 原来是普通的 是啊 其实你见很多 很厉害的那些 就是马里面 三甲那些 可能都要家庭发展多些 反而再隔一年 四岁回来 或者五岁 就会缩回来跑这一场 多得二、三名那些三甲 就不是赢一只 那今届就赢一只 那他也是 其实想试长一些 比如中山纪念 他出来复出 接着没有远征 但是没有理由 隔到宝宠那么远 都是找一场 去到六月底了 那一场就 所以那个赛期上 又要够得到 好了 其他的马呢 就有匹匯两串 他就相对 可能对炎虎牙彩来说 他就容易可以 这个跑法上 他就容易一些 但是他有个弊病 就是跑第二、第三名 就很多 他都五次挑战一级赛 成绩是一亚一跪 不过他在东京竞马场 一跑三次 就冠那跪 都全部上名 这场你说 追不到红马鲁 红马鲁 在杜拜 虽然你说跑泥地 但是他都不想一只很厉害的马鲁 那变成能力上 要再突破一点 他会轻轻都选择 就是上一次那波 已经是跟前来跑 回到来 可能他心里想着 是过到一只红马鲁 但是回到来 都仍是欠过一部 《东京新闻杯》 但是 如果你看回去年那场 女皇宇的三八二世 是大难地的 他起码追劲都不错 就是外面是吉典娜 但是他的走势 会比刚才的 宴会华彩少少 都不一定 如果是在变化地上 所以回两村既然 就经常做些配角 又在千六速下来 就是跑千六 可能会反先其他对手 不一定 是 環山无事的 我们转播上次赢了大赛 那天开心了 看着他真的兴奋到跳起 希望今次都可以 不过这马 似乎是因为那个跑法 他那个加速力 他不够锐 杀着不足 所以经常回到来 是很前回来 不过二三四名之间 看看今次会不会再进步 好 看看另一些战线的马鲁 活快美韵 庄严泳哥 那条战线是板神噴马錶标的 这一项是二级赛 千龙米 另外就是 兵零尺棋也是 村田杖 跑这一只 上次升班挑战失败了 不过这一场意外 这一场是二级赛 不过几个都可以再看多一点 例如村田杖 虽然去跑他 兵零尺棋 但是他进入到最后直路的200 他有点打麻波的感觉 赚出来 所以都影响了后面的紫华摩力 紫华摩力 其实最后是有点小 上年当然他跑这一堆赛 不太成绩了 跑得来十四 很差的 之后去到虎中噴马錶标 才有上名 表现不算很好 但是上次他有点追势 不过现在吉田准仁 没有了八王马跑 就变了他跑 那就没办法了 希望跌了 再收回橙 希望做得到 还有其他的战线 嬌善那一组 就更早点的赛事 就是京都噴马錶标 这一场是二月的 这一场 还要千四 还要 这一场是落着雨跑的 所以那些 如果到时淋淋地 可能这些会也好 都挺准的 这只密奇岛的马 十二次出赛 六贯三瓦 他只有两场 不入前四 不过第一次跑G1 而骑士都没赢过一级赛 都要再考验一下 看了红山粉红帽 那只乐陶元 他组断 很有心机去摄 但是又失车 这只乐陶元 不过大家都留意 乐陶元跑变化地 真的特佳 是 他变化地特佳 不过千六 他就似乎没有千二千四 有时冲到上来 出了头 但是最后那两步 又会弱 这点就是他强力的问题 要留意这点 好 还有一批大家熟悉一点 内村街营 这次那些有份跑 之前我们在高丛公纪念赛 见过他 那场乐陶元就在他后面 这场内村街营追到上来 他似赢得 其实在外党都上到来 变化地又是可以的 不需要担心 这场内村街营 齐叫好 齐叫好 齐叫原本怕这场 双了 退出了 但是回到来 追不及 这次争情 当然你说 爸爸密奇岛 当年都赢NHK 一里 一里冠军赛 千六都是能够满到的 现在一样东西 看看临场 如果有大雨 会不会帮到这些马 因为始终是争情 而对刚才那些 宿程马 够级数马 我觉得又差一点点 好 这场赛事其实都 你说很混乱又未必 但是因为场地变化 又可能会对某些马 会产生影响 选一匹初算 可能难度都高了 不如先选一区 户两村 至少变化地 他那场女皇 伊莉莎白錦标 不是很差的 回来的第五名 起码都见他有些追势 上次东京新闻杯 回来输给红马路 是个赛职 好像咬着差点 但是他真的准 胜在 说起环山姆士 虽然今年的成绩 算是不错 但是上个星期 他跑到NHK錦标之前 其实他是跌过马 出跑道的时候 他是弄傷了脚 变成NHK錦标 只有第二 希望这个星期的状态 好一点 赢完这场一级赛 你没有说有马选择 刚才说没有提过前人足跡 上阶安田纪念冠军 当然他上年就服出 跑这一场也是跑第五 所以 尼莫华当然要选择一只 昇映天下 这也是厉害马 虽然二档 近十届这场赛事的数据 一般 不过如果真的下雨 我希望他不要留太后 因为这些马后上 要早点转位 但是尼莫华 就赢过三届维多利亚利赛 希望能帮到他 至于纯正之辉 虽然赛前什么热身赛都没有跑过 但是你用连达文 还有那个外档 反而我觉得今次 因为你是下雨跑 这么大机会要下雨跑 那个外档可能相反是帮到他的 最重要是组断 找到一些位置遮着 入到直路 拉出去外档大条路上来 我这只就不会怕他塞车 希望加上他本身的级数 千六我最需要担心是他 其他反而都要害怕叔晴、家晴 他反而是专心一意一点 所以纯正之辉 只要承担外档也好 我怎么都会遇到他一个席位 维多利亚一里赛 出马比较多 和选择初选 这场赛事是有点难度的 相信是一个很精彩的 这一节我们就谈到这么多 下一节回来 去到法国谈二千坚尼大赛